Hello 大家好 如何看电路图 这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个基本功 电路原理图它是有一个个的基本单元电路 经过一定的方式连接起来构成的 是最重要的电路图 不能够漏掉任何一个元器件 甚至不能缺少一个引脚的连接点 下面我们就以这个电路图为例 在这个高频放大电路当中 以这个三节管为核心的一个电路 周边设置了一些元器件 我们在看电路图的时候就要以这个三节管为核心部件 我们知道三节管它是由三个电极的 这条线它是表示积极 上面这条线它是表示极电节 下面带箭头的表示是伐射节 而且我们知道这是箭头朝外 所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NPN型的三节管 在三节管的积极电路当中 它连接了这个整弹线圈的次节 极电节呢 它是直节接负载 这个就是电路的负载 发射节它是创联了一个电阻器之后 直接到地 旁边呢 还接了一个旁路0.1微法的电容器 在极电节负载电路当中 也接了一些原器件 我们要注意进行查看和分析 通过这个电路的查看和分析 我们就可以清楚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和它的信号传输的脉络过程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达到维修这个电路板 它的故障点的这个效果 所以看电路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功 我们必须学会来进行梳理和分析 相关的知识可以点击每一段的个人主页 在主页里面有很多课程 大家可以进行进去学习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